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Hera對上兩位一千家的玩家 很久沒有看到1v2系列了 這次由世界冠軍Hera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比賽地圖一樣是阿拉伯 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文明吧 文明的話義大利還不錯 那我的影片裡面之前一直提到 義大利其實很適合新手去玩的一個文明 基本上是全能力的 你想要打什麼都沒太大問題 所以我覺得Hera來說是想要應對各種情況 所以才盡可能選這種全能型的文明 但義大利比較有點缺點的地方是沒有經濟加成 所以他玩起來會比較窮一點 這也是考驗玩家們對於農的這個理解 看有沒有到位才可以農得好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兩位一千家的玩家選擇的文明 紅色這邊是選擇了破爛人 那破爛人的話在新手玩家來說 是一個不太推薦的文明 因為他的遊玩的 比較算是複雜一點點 那為什麼會複雜 是因為他的大莊園 很容易需要把這個農田 灑在這個農田 灑在這個大莊園旁邊 那農田不能灑在TC的關係 所以很多新手們去練這個大中遠的時候 有時候會練得離一辣 甚至是很容易大中遠 守不住 然後直接爆開 各種可能性都有 所以我覺得破爛對於新手來說 是需要長時間練習 才可以玩得起來的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上面選擇 瑪雅 那瑪雅最近在我們影片中常常出現 那這個文明呢 算是很親近新手的一個文明 那親近新手的文明 只是因為他的能力也是幾乎是全能力的 但是他一開始的村民是 會多一吋的關係 所以配置也跟一般的配置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瑪雅 以新手來說是可以玩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先去摸其他的弓冰果 再來破瑪雅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那兩位玩家們都選擇一個 新手來說 需要稍微練過 才可以玩得比較順一點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到底 黑蘭能不能一打二 稍微來看一下地圖 黑蘭的地圖是金礦在前方 果子在下面 那上方地圖是很開闊的 防守來說成本會比較高一點 那他可以這樣子小小圍一下 這裡直接圍到底 這個兩個人 三人地圖 四人地圖 兩到三個人地圖 有點大 圍起來的距離有點偏遠 沒有那麼好圍 那我想黑蘭應該也不會直接圍死 好 那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的話 看起來也蠻糟糕的 這個下面也是一大片很難圍 團戰地圖的 感覺都不是那麼好圍 都是需要小圍小圍 才可以圍死 畢竟這個離邊界太圍了 不像單挑很容易把這個邊界圍到底 團戰來說的話就會比較困難一些些 好那黑亞這邊來一個 極速17匹 點封劍時代 超級快速 17匹點封 而且是義大利喔 義大利17匹點封 這個經濟調配相當極限 那也是因為他很早是吃這個豬肉 跟鹿肉的關係 所以才可以這麼早點一下封劍 這邊紅色是選擇了20匹 上這個封劍時代 那我們這邊看到有人已經斷村了 這邊斷村了有點尷尬 來看一下這個資源量 這個18匹點封劍時代 蠻阿倫 那照以來說的話應該是會比波蘭多一村 然後再點封劍時代 結果他這邊還比波蘭還要少三村 兩村 實際上是少了三村 好 可以拉這邊稍微探圖一下 看到這邊有村民可以打 唉唷沒有織布 尻個兩下就死了 殘血的村民直接被抓掉 這個就是我常常在講的 殘血的村民 千萬不要拿出去 你等一下趕快先撒田 那 畢竟新手們的時期 比較不會太注意這些東西 很容易就會被抓到村民 而且波蘭這邊也沒圍死 我看波蘭應該很快就會被滅掉了 而且波蘭大莊園更難守 待會他就會 可能會被秒殺吧 很有可能 哇燈這邊戳掉一隻黑辣的馬 哇這個屬石罕見 黑辣居然失誤了 可能有點稍微放水 好那這邊有稍微圍下 還不錯 雖然被抓掉了幾村 但還能接受 自己還沒有大爆炸 被抓了十幾村 就只能爆炸了 好這邊 敲民直接到了黑辣家裡 想要抓 這邊支部有點了嗎 還沒有點 好 老鷹被追著打 瑪雅現在聳聳聳聳 沒有要理隊友的意思 好這邊敲民直接戳了進來 黑辣是選擇了 用村民直接跟對方互打 好這隻殘血的村民也沒事 這邊附打幾乎還不錯 但結果自己家裡 大莊園農田果然被打爆了 這就是我不推薦波蘭 新手訓練的原因 這個大莊園太難熟了 你又不太會圍的情況下 一個漏洞 直接爆炸 你看 這裡收村全部斷肉 你可能還會斷村 當然基因更慘 本來你可能在家裡附近撒農田 稍微收過村就可以擋住了 但是波蘭這個文明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瑪雅這邊 也不知道是不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 現在 終點下一集射 紅兵只有三隻 好 這個就是一般玩家的這個農的程度 跟職業的就是不一樣 瑪雅這邊配置也是 沒有到很好吧 我覺得 看起來 看起來是正常 但 蛋蛋蛋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奇怪 就是他聰明書太少 這個時間點不應該這麼少 好 好 這邊可能要抓掉一村 波蘭還是沒有點下織布技術 哇 怎麼這麼慘 直接被抓爆 聰明直接死光光 應該被殺了十幾村 這個就真的爆炸了 呃基本上 不用去補敵波蘭了 波蘭的村民術只剩22村 死了十幾隻了 好 這裡又拉幾隻槍音 想要進來亂戳 但 這邊直接圍了一下 用TC 加村民稍微守住 輕輕鬆鬆 可以啦 這邊點掉城堡賽 要直接出騎士 直接滅掉波蘭了嗎 哇 這個是三馬舊欸 哇 義大利三馬舊 這個有點狠 好 但是騎士不是往波蘭家裡走 而是要選擇去打 瑪雅 瑪雅這邊要準備點下了城堡賽 好 高地這邊稍微射一下 好 這邊也升到了城堡 然後這邊補下了耕種技術 剩下瞎跑速 好 品種也已經補完了 騎士再點個二法 就很好打對面瑪雅人 瑪雅這邊工兵應該會是鬧奴兵 所以剩個二法還是比較安心一點 但這邊頭車一出來 可能瑪雅就會被秒殺了 這個頭死車一打 這個工兵可能就沒了 好 後方又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好 左邊這邊 黑拉的經濟應該不用看 都是依然的好 這就是世界冠軍啦 一打二應該是輕輕鬆鬆了 之前他好像有挑戰過一打三吧 黑拉 還是Jodan Jodan挑戰一打三 我覺得一打三可能會比較好看頭 一打二好像 他太低估自己了吧 黑拉有點太低估自己 感覺他要到一打三是沒問題 一打二好像有點太輕鬆 但也有可能是跟粉絲在玩吧 粉絲福利場 有沒有可能 好 這邊車門要準備要拆爆了 麥也要怎麼守呢 有出鷹刺頭嗎 有 出了四隻 鷹刺頭 雖然可能要再多一點 好 再出一點槍兵 他這邊想要少量的鷹刺頭去抓對方的 頭死車 頭死車 沒有地先直接打到鷹刺頭 鷹刺頭直接上了硬戳 這邊打得不錯 但自己的奴兵全部送光了 後方更多的槍兵走路上來 想要來阻止黑雅的侵略 這邊聰明直接被按在地上打 長槍兵也是直接消失了 哇 黑拉這邊直接一個 暴兵 把瑪雅打殘啦 OK那這邊騎士一進去 聰明就只能四處逃難 而且只有一個TC喔 人躲的地方不多啊 終究還是要在TC下 直接打中我是這樣 噔噔噔噔 sü 好這裡用這一隻騎士喔 虛袖操作 去吸引對方的TC劍屎 好這個是 很常用的一個 吸引對方的TC的 劍屎傷害方法 反正沒有彈道給血 就很容易可以 Build 要這樣操作 好這邊抽 joins死光 上面村民也沒了 基本上瑪雅已經被屠成了 好只剩下14隻村民 他這樣子打新手會有陰影吧 太狠了完全不給人家機會 好吧這個就是讓各位看看 1000家的玩家長什麼樣子 都就是各位一進去遊戲裡面 遇到的玩家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大家不要氣餒 新玩家們不要覺得說 哇看我的影片 這個遊戲好像發展了很久 已經對妖魔鬼怪了 實際上不是的 1000分的玩家依舊還是1000分 並沒有比較強 只是我的頻道就是頂尖對決太多了 會讓你們這種錯覺 所以要入坑的話也不用太擔心 找不到跟自己實力差不多的對手 一定找得到 甚至你們可能看我頻道 講了一些文明的細節 你可能去打1000分跟我們就屌打 可能1500、1400、1600都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覺得說這遊戲很困 這遊戲真的沒有很困 是上面的人真的很困 下面的人還是 菜雞護手啊 好 這邊已經開始在娛樂了 在出沖村 想要把這個地方都為平地了 基本上沒有反擊的能力了 好 那鳳蘭這邊雖然把經濟戰農回來了 但也沒有農到很好 這個黃金也沒在挖 雖然死物有800多 但隊友都快沒了 槍兵長兵過去也沒有辦法解掉這些槍兵 麥亞這邊非常絕望 還在拆 麥亞還在無情都根中 忽然這時候點下第二個TC 還想要繼續打嗎 麥亞這邊支援 很沒有想要上第龍Style 但是也是穩穩的 開出了第三個TC 本來沒有太輕底喔 就是該怎麼打就怎麼打 只是沖車絕對有點粗的 如果是遇到會晚的話 出沖車絕對是會出事 但... 但就是這樣子喔 好 這裡來是首身 沖車直接要衝爆TC啦 這個城鎮中心 看來是跑掉 麥亞現在完全不知所措 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已經放棄了嗎 麥亞看是想要放棄 但這邊地雷一個洞想要逃 可以啦會放過他嗎 我覺得會 不過這個都不放過 他要掉粉了 粉絲減一 有放過左邊這個 他應該是有看到的 剛剛騎士在那麼靠那麼近 應該是有看到 村民有走出來 好 那黑亞這邊也是就去拆 你有沒有先去找波蘭 他可能想要跟波蘭決一死戰 看波蘭可以發展到怎樣 來跟他打一個超級大後期 這邊工兵跟槍邊慢慢走得出來 好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稍微被督光了 這邊稍微被督光了 督完之後 黑亞直接南下 看一下波蘭現在是什麼狀況 那波蘭這邊斜上大石牆 那他的觀念還算可以喔 如果要開農的話 上大石牆是最好的選擇 欸這邊是想要來蓋城堡嗎 欸呀但是 黑亞家裡早就一堆 農民啊 唉唷 這邊黑亞一看到家裡 直接 BBQ 想要蓋城堡 結果來不及蓋 對手先蓋了一個4級 讓對方沒有可以蓋城堡的地方 哇這個就細節了 驚艷 你看這邊村民完全沒有辦法可以蓋 城堡地基 尷尬尷尬 這就是經驗上的差距啊 好大軍直接回救 波蘭這邊的兵 看來是沒了 出去蓋城堡 說明明應該也是sick bite 全部倒光 嘿啦這場贏的實在是太輕鬆了 好後面應該就垃圾時間了 我們繼續用二倍速看 啊城堡還被砍掉嗎 好沒有他自己滴掉了 好就回收 好這裡補下了一棟城堡 嘿啦這邊穩穩的點一下帝王時代 好結果綠色在這邊看笑話 打個十一跟隊友講 笑死 結果出自他 半幾八兩 好 這邊投車砸一發 投車砸到了長槍兵 但是差生了不過 沒有扣太多血 結果瑪雅這邊點一下英勇士的升級 你現在還有錢可以升啊 好這邊投車砸一發 全部倒光 但是裡面有洞城堡 後來不會這麼輕而易舉的就投降 好這邊想要圍 但是只拉一隻村民在圍 笑死 跟我沒圍好 速速不夠快啊 好 村民直接全部倒光 騎士走進去 繼續砍 黑拉贏得輕輕鬆鬆 好 戰錘兵突然解決戰 當然也無事一步啊 戰錘兵的效果沒有這麼頂 只是露了一點 好 那終於打錯了GG 黑拉這邊最後出了傭兵 但傭兵也用不到 就直接沒了 好這波騎士送光他也無所謂 好那我們稍微看一下經濟 經濟應該贏得非常誇張 基本上是幾乎全贏 只有破爛這邊贏石頭一點點而已 這太慘了 這個就是職業選手等級 打一般玩家就是長這樣子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